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情感培训怎么培训 情感培训第一点 沟通培训最重要 沟通培训是婚姻当中 恋爱当中最关键最关键的事情 你说的话是想说什么 想表达什么 你听别人话的时候 你能听懂别人这个话的意思吗 特别是男女吵架的时候 女生说一个说 我不想跟你说话了 这个时候她真的不想跟你说吗 她想要啥 你一定得让她知道 小峰来得太对了 这个问题我们得在节目当中 好好地展开 好吧 好 来 那我们就请小峰入座 再次欢迎 小峰 好 谢谢 今天我们的女嘉宾 也就准备就绪 我们热烈掌声 欢迎今天的第一位 女嘉宾闪亮登场 大家好 我是李小贤 来自湖北 然后我从事的是 购物方面的工作 电视购物 对 然后今年是88年的 江满28岁了 掌声再次欢迎小贤 你好 小贤 你好 你好 这个工作我们要了解一下 电视购物 对 就是给大家介绍 我这个锅很好 对 对吧 这个洗衣机很好 这件衣服不错 你做这个工作的话 其实也得对某一间卖的商品 包括这个行业 有充分的专业的知识了解 没错 对吧 男生出场之前 你有什么特别的才能 或者展示给他们 有没有 这个 我今天不是要卖扇子 我是要为大家展示一段扇子舞 来 掌声再次欢迎 来 一缕飘散 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天津色的明雨 把我在哪里 千言喵喵升起 隔江千万里 在云地树干地方 千召的飘影 就当我为你遇见你 不如笔 天津色的明雨 把我在等你 月色被她老迟 拦开了结局 不诚实的情话 在此故此美丽 明言的笑意 好 谢谢小贤 谢谢 小冯 你觉得她这段舞蹈 告诉我你感性的认知 感受是什么 第一个女人感受是 哇 好美啊 但是我第二个理性的头脑 她想要传达什么 男生看着跟女生看着 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了 我告诉你 这就是感受 我们的男生 谁心率心跳 发生了最大的变化 我们来看一看 心动指数 有请八位心动男生出场 好 欢迎八位男生 来 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女嘉宾的 一些基本资料 姓名 李小贤 年龄28岁 性格是外冷内热 恋爱次数三次 实业是购物专家 爱好是跳舞表演 喜欢男生类型 阳光 稳重 不要太瘦 对 像您这样的 那这现场可没有一个像欧哥这样的呀 比较有安全感 不能这么说 你看四号男嘉宾 他跟我 看到了 可能女生都希望能够被保护吧 对对 但那种像我这样外强中干的也不好 我们的男生 一号 心动最快的男生开始 李小姐您好 你好 我叫赵天琪 来自江苏南京 然后我先是做从事外貌 然后兴趣爱好呢 搞搞潮牌这些限量的东西 二号男嘉宾 你好 我叫何蓬怀 然后我拼持的工作呢 是在做这个幼儿的潜能开发 培训方面的 然后兴趣爱好 就是喜欢健身运动 特别喜欢晒太阳 还有我也喜欢买 在电视上买东西 你也喜欢 可是我们的受众群 一般都是阿姨妈妈 没有 我真的有很多钱 都是被你这个 被你坑走的意思 不好意思 真的忍不住 真的忍不住 你是到底是被那东西忍不住 还是被卖东西的人忍不住 看到人和东西我都忍不住 就想买 谢谢 来 三号男嘉宾 女嘉宾你好 我叫温一鸣 今年三十岁 从事的是房地产的市场 渠道拓展这方面的工作 我平时很喜欢网购 但是买回来了以后 很多都会退货 以后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解决办法 不要网购 买电视购物 四号男嘉宾 女嘉宾好 我叫范威猛 你好 这个看着你条件 阳光稳重 我都挺符合的 阳光亮 是挺亮 当然这个前面女嘉宾说需要安全感 我觉得这个我能胜任 因为小时候我是练武术 现在是做健身教练 五号男嘉宾 小秦你好 我是五号男嘉宾 我叫沈可元 然后来自上海 平时的兴趣爱好就是上轮歌 当然以前大学的时候 我也很喜欢看别人跳舞 有机会可以在意你的善途 谢谢 好 六号 女嘉宾你好 然后我叫江浩龙 我们有相同的兴趣爱好 平时我也挺喜欢跳舞的 然后 你喜欢跳什么舞 就是POPPING街舞了 可以抱着你跳 然后至于不要太瘦嘛 其实 不不不 等会 你喜欢跳跳舞 跳POPPING啊 对 来来来 来一段 就在那儿泡好了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方便问一下六号男嘉宾的年龄嘛 对的 我前面也想帮你讲的 不过欧哥他跳 不是让我上来跳舞 为什么我说我可以抱着你跳舞呢 因为我是25岁 然后大三抱金砖嘛 说我可以抱着你跳 女大三抱金砖 他这个意思 懂 七号你是准备跳舞吗 哎呀 我七号我不准备跳舞 因为我跳不过他 因为我看他这样一跳舞 我觉得我会散架 因为我是一把老骨头的 那把老骨头 还好没到四十 虽然头发掉了好多 我35岁 小芊你好 你好 你好 我们其实都是属于 这个同行 我也是主持人 我是做商务演出这一块的 但是呢 我平时呢 也是做蓝丝带工艺的志愿者 在我手臂上所带的这个 就是关爱自闭症 请记蓝丝带 正好我们四月份 是关爱自闭症月 在这里呢 也是呼吁大家 能够关注这样的一个群体 把爱心更多的 给予那些有需要帮助的朋友 对的那些 谢谢 星星的孩子 对 星星的孩子 对 然后8号 你好 我是全韩语专业的 然后我喜欢唱歌 写歌 但是我不会跳舞 所以我需要一位会跳舞的女生 我唱歌 女生 我还想提一个问题 可以 请问一下四号男嘉宾的年龄 方便透露吗 速兔的 八七年 还有没有问题 没有了 没有了 好 来 开始准备 进行第一轮的选择 好的 请选择 四号 对 其实我喜欢 就是男生有头发 然后可以 前面说好的 阳光呢 这个问题我们问一问 问一问小鹏 你会料到他会把四号先淘汰吗 我不会料到他淘汰四号 我认为他会淘汰八号 为什么 因为八号在所有的男嘉宾当中 是最自我的一个人 八号的最后那句话是说 八号说 我不会跳舞 我会唱歌 所以你可以来为我办舞 我想 这个男生可不能要啊 太自我了 四号其实一直在讨好他 四号全顺着他的话再说 对 谢谢四号男嘉宾 谢谢您参与 谢谢 谢谢 接下来要面临第二关 第二关是将由我们的女嘉宾 直接考题 请出题 希望大家按照电视购物的方式 用一小段话来阐述一下 自己个人的魅力和优点 说自己的优点 对 但是不能啰嗦 没错 精炼 六号 一句话 好 小男生更懂爱 好好好 谢谢 好 七号 年大男人呢 可能有点好处 那就是上得了舞台 下得了厨房 能够考虑到很多的 生活上面的方方面面 您会烹饪是吗 会 接下来三号 鲜肉大叔才更值得你拥有 看上去没有那么老而已 当我的面说这话什么意思 八号 不要九九八 只要九块钱 我为你写一首歌 一首专属于您的歌 为什么九块钱 我以为你领这儿呢 他是说你也就值值九块钱 不是 现在已经想好了吗 这歌 想好了 OK 请开始 你的心里还有哪个我妈 我送你的礼物丢掉了吧 冬天的雪 静静的夜 在我眼里的冬天 都是你的 谢谢 他真不错 听一听 不错 对对对 接下来 年龄大或小 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愿意为你做 你喜欢做的事情 比如 跳舞 我不只喜欢跳舞 那要慢慢地了解你 我才可以 慢慢地了解 好 提醒男嘉宾 还有没说的 是突出自己的优点 冬天的你觉得特别冷 需要一点温暖 台湾暖男在这边 夏天的你觉得特别热 你可能需要一点 冷空气来调剂身心 这时候我会讲个冷笑话给你 冬暖夏凉 干湿凉用 要需要我 四季都在这里等着你 看你们也是购物学的 谢谢 一号 一号 对啊 其实简单一句 你跟我走 我可以带你吃遍天下美食 因为我本来就是个美食地图 OK 优点能吃也算吧 算 吃货好养货 来了 我们再次掌声 谢谢我们的七位男生 好了 谢谢大家 接下来淘汰两位 小贤请选择 三号和五号 理由是什么 我觉得到了这一轮 其实就是看演员了 三号确实是一个很nice的人 可能并不是很了解 我想要知道的是什么 五号为什么呢 其实是很稳重的一位男士 对啊 符合我的选项当中其一 但是呢 我喜欢可能就是稍微 幽默感更强一点 然后更懂我的一位男士 阳光一点 谢谢 三号五号 两位男嘉宾请参与 谢谢 好 好 进行这关之前 我们来好好地了解一下 女嘉宾的情感的关键词和期许 关键词是生命的感悟 情感期许是平平淡淡才是真 生命的感悟 那是一段什么样的经历 生命的感悟是我的初恋 他现在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对 我们是从高中谈到大学 在大学的时候 他因为心脏的一些疾病 然后过度打篮球运动之后 当场猝死 他离开之后 我就觉得人的生命真的特别的短暂 所以我们无论如何 都要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 包括朋友 亲人 同事 还有你现在即将可能会有的爱人 要跟他们分享你所有的喜怒哀乐 所有的我爱你 都不要藏着掖着 一定要告诉他 这是我所得到的 我记得那会地震 很多去救援的那些 这些救援的义工 这所有的人回来感觉就是 我得好好的 很认真的 踏踏实实地过每一天 没错 我不知道你就是这种感受 我就是当下每一天 我都要非常努力 非常充实 充满正能量地去过 他在笑 可是他眼里有泪 我相信这个泪 不是没放下 是珍藏起来的某种记忆 珍藏的记忆一定不是丢掉 丢到阁楼 他还在呢 平时他可能不显山不显水 对 在心里 有一个小小的角落 装着他 希望大家不要建议 有一段小小的过去 我们谢谢小剑 跟我们的分享 想问一下你嘉宾 就是延续到至今 师傅还对他有些念想 师傅还对他有些想念 会不会影响之后的生活 我想说的是八年 八年的时间 我今年是二十八岁 如果八年的时间 你会记得你当初认识的一个 你的爱人吗 你会吗 现在你还会觉得 他会对你有很多很多选择方面的影响吗 我知不得 对啊 是不会的 但是他在里心里是一个亲人一般的存在 你会想起他 但是你不会像想爱人一样的想他 一号 我其实也很有感触啊 我也有在 因为一些事情在医院待过超过一年多 这些东西是不能感同身受的 因为我当然不希望身边的朋友啊 还有任何人经历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 你说你在医院待了一年 是因为什么呢 方便讲吗 也是亲人的走吧 他是最爱的人 我也是最爱的人 哦 所以你还跟他们 我是说你的初恋男友 跟他们的家 家人 还有联系吗 实际上没有太多的联系 只是因为平常像电话也有 微信也有 过年过节的时候 发的祝福短信 问候一下 有一种带他 去关心他们 问候他们的心情 你有去帮他们去 我有帮他完成一些心愿 比方说他喜欢旅行 然后喜欢运动 包括喜欢唱歌 喜欢画画 喜欢钢琴 这些我现在都会 我都在学 就是我觉得 你在帮一个人去完成他的一些心愿 并且让他成为你的优点 OK 还有没有问题 7号 就是刚才我听了你所讲的一切 就我也替很多男嘉宾 也是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看到有这样的女生 你第一眼非常喜欢她 你要尊重她心里面的 那一个小小的田地 她的过去 不代表她的未来 她会把对她的过去的那份爱 也会真材在心里面 我相信小贤 她心里面友谊 有四个字 叫不忘初心 我个人会觉得有点理想化 当然我们都心中要有理想 往理想去奔 情感上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她虽然 平平淡淡的才是真 理想化的人生 就是平平淡淡的才是真 我能这样说 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是觉得7号 你很懂一个女孩子心 特别是你很懂我现在的心情 但是你可能对我的 就是现在的状态 有一点误差的理解 因为我其实现在 并没有在为她做什么了 我现在就是她喜欢这些东西 我妈妈也变成自己的兴趣爱好了 所以我并没有是为她做什么 而是说自己已经是变成这样的人了 已经是一个优秀的人了 对对对 我想问一下8号男嘉宾 没有什么想问的吗 女嘉宾 你喜欢男生 就是性格方面的什么东西 优点 可能之前年纪小的时候 喜欢比较酷一点的男生 但是现在呢 对于我这个年纪 和我经过这些事情之后来说的话 我喜欢男生 阳光稳重 能够就是说逗我笑 幽默感强一些 然后能够让我真的感到生活 是非常美好的 然后有很多阳光 照进我心里的那种性格 我也想变成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一轻努力 变成让别人开心的人 选择最好 鼓励 谢谢 我们马上进行第三次选择 小贤 请选择 还有最后一位 最后留在现场的是 一号和八号男嘉宾 小鹏 说说你的选择 我留了七号 我很留意 你只留了七号 对 我留七号跟八号 因为八号肯定是小贤要选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 其实七号更懂他 你刚才说他一定会留下八号 我是认为他会留下来 为什么呢 他喜欢那种年轻的 但是我想说什么 他喜欢那种年轻的 是八号有过去的影子在 有活力 有个性 可以张扬 所以八号有那个氛围 你为什么淘汰掉七号呢 我是觉得 他很懂你 但是呢 我很怕就是 一个过于想去 从我心里掏东西的人 我不太喜欢去刨人家东西 今天你说的嘛 我就把它给展开 其实真正懂事的人 是不会去刨你很多东西 你愿意说你就说 你不愿意说 那我也不会去问 这才是一个聪明的人 可是七号我反而很看好你 因为你所有的 刨他的那些情感故事 我的理解是 你想要更多地去保护他 因为只有一个人了解了 另外一个人的过往 才可以真正地去保护他 如果你真的想刨 你未来那个女朋友 刨吧 没关系 只要他能够接受 那我们也掌声再次谢谢 二号 六号 七号 三位男嘉宾 谢谢你们 一号 八号 两位男嘉宾 恭喜你们 你们进入到了权力反转的阶段 两位请去往幸福之门 有没有男嘉宾 或者有几位男嘉宾会出场 三 二 一 有请 小杰 你会觉得他们是因为什么而不出场 可能觉得年龄方面是很大的问题 其次呢 可能觉得我心里的影子 有点过于厚重 作为男生角度来看 小杰 你最开始个人介绍的时候你说 你是外冷内热 外冷内热会给男生一个感觉 你好难搞定的 我要为你做很多很多事情 可能你才能同意我 所以会让男生会很累 所以我估计 特别是年龄小的男生 在爱情上面 他们更不想付出那么多 因为讨你欢心是件很费精力 很费时间 很费钱的事情 所以他们真的会走掉 所以我给你的一个建议是 如果未来你还想谈恋爱的话 不要说你是一个外冷内热的女生 你可以说我去个泪秀 或者泪热就好了 千万不要把冷字加上 好 谢谢 年龄没问题吗 我个人认为年龄不是任何问题 因为现在在中国 姐弟恋已经很多了 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两个人 真的在性格上面 能不能够匹配 能不能够合适 其实我 就像我刚才给你 给我的第一印象 我觉得那外边一点都不冷 你只能可能说 你想说的是 其实我是一个外热 内更热的女孩 那会就更好一点 明白了 但是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老师 也希望你不久的将来 能达成你的心愿 谢谢老师 谢谢 感受奉陪表现 谢谢 还是希望能够让 找一个能够让我 每天很开心的人 跟他在一起 也不用他刻意地去讨好 我会为我做什么 就是我跟他在一起 自然而然的 就是很舒服 什么都不做 就很舒服那种人 就是还是要靠去遇 要遇才能遇到 转标屏幕下边二维码 关注广东卫视微信附号 或登陆荔枝台官网 收担本节目的完整视频 我们马上有请 今天的第二位女嘉宾 登台 亮相 大家好 我叫花文婷 今年22岁 你好 掌声欢迎花文婷 你好 老师 你好 来 介绍自己吧 你是主要从事什么工作呢 我现在是作为一名调酒师 但是我学习的专业呢 却是空城专业 但是我之前呢 练的却是体育 之前有体育什么专业 也是很多很多啊 我练过赛艇 铁饼 标枪 手球 还练过射击 不是 你哪有 你是上体校吗 我每次都是教练跟我说 你要上体校了 然后我说那我不去了 我结束了 我不练了 他全是 全是力量型的呀 我臂力很厉害 哎呦 你怎么这样 有点好点 天呐 你学了这么多 对 好 所以今天这样吧 你给带来一段才艺 那就这样吧 你就练个手机 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不同的感受 什么感受 我还学过插花 所以我今天要给大家插一个花 你还有什么没学过 我还有好多好多的 我天哪 都没说出来还有好多的 好吧 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女嘉宾插花的技能好不好 来 掌声欢迎 来 这样一首花什么意思 这个玫瑰花呢 当然大家都知道是象征着爱情 美丽的爱情 尤其是粉色的玫瑰花 代表着像初恋的爱情一样 我旁边配的是一些小野花 因为我觉得不仅玫瑰可以比较美丽 代表爱情 我觉得野花也可以点缀 它的玫瑰花 就像爱情当中 大家是点点滴滴 或者悄悄闹闹矛盾 都会给它的爱情 增加一点颜色和情趣 你是准捧着这束花呢 还是准把它送给谁 我想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 想把它送给 作为女生 去送给一个男生 对 OK 好 这束花最后花落谁家 来 看一看 八位男生心动的指数是怎样 我们来看大屏幕 有请八位心动男生处长 我们先来看看 花文婷的一些基本资料 请看大屏幕 姓名花文婷 年龄22岁 性格好脾气 像男人 恋爱次数三次 职业调酒师 爱好是旅游 抬球 喜欢男生类型 性格果断 能和我有得聊 刚才你已经说了 这个你其实从事过 或者学习过 各种各样五花妈们 对 为什么会学这么多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 如果拥有很多的本领 或者是学会很多皮毛的话 那我觉得更有安全感 然后我觉得别人会更需要我 我也会有很多 可以帮助到别人 问一下洪婷 你刚刚说 学会很多皮毛的话 我们知道学皮毛 不等于精通 所以你只是学皮毛的话 为什么皮毛能给你安全感 因为我觉得 样样都很精通的话 那会很累 因为我觉得 样样都懂一点的话 至少你不会被骗 你是担心被骗 对 安全感会比较强一点 看看男生 你们做什么样的 自我展示和介绍 来 从一号开始 女嘉宾你好 你好 我叫温一鸣 今年三十岁来自上海 我看您喜欢打台球是吧 对 平时多久会去打一 大概两三天就回去一次 那么平凡 那是不是水平会很高 也不会啦 皮毛 对了 就是用不上了 我们有机会可以切磋一下 可以啊 女嘉宾你好 我叫江豪龙 我性格比较好 胆子也比较小 平时还挺温柔的 在家里呢 养了两株乌龟 然后你不喜欢插花吗 然后乌龟不是绿的吗 然后你可以帮我点缀一下我的乌龟 我觉得他们平时很寂寞的 好吧 五号 我叫温龙 对这个 你的性格好比起 我非常感谢你 爱好 爱好旅游 我也是很喜欢旅游 西方牙我爱你怎么讲 西方牙语 西方牙人很分放的 对的西方牙都很热情 六号 女嘉宾你好 我叫凯西来自新疆 作为一名女生 然后我特别喜欢喝那种 没有酒精的鸡尾酒 还有喜欢旅游 那你会跳新疆舞吗 会 来一段 好棒啊 老师准备一下西方牙音乐 我让六号跳 直接想看看五号能跳 你在干什么 不是 特别 这个是最重要的 好 来来 我看看 你叫我有一年 OK 我叫不错 还不错 大概 七号男嘉宾 女嘉宾你好 你好 我是七号男嘉宾 我叫许方达 今年二十三岁 来自于江苏 那我想问一下女嘉宾 你觉得如果用一种花 形容你自己你觉得是哪种花 向日葵 为什么 因为比较开朗 然后心胸比较宽 如果让用花来形容 你会形容七号这首什么花 小出局 不意思 因为我看到感觉好小 奶油小身的那种小男生的感觉 还真是 来 八号男嘉宾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继续 飘扬过海的来看你 我希望在这里和你的相聚 可以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你好 我叫张经丽 花小姐 谢谢 你好 不要多想 她是基本上冲每一个女嘉宾 她都是先唱歌为主 是吧 还以为我是特别的呢 不过她今天给你的歌唱的 还是蛮准的 我这是夸你 短暂的交流八位男生 你要淘汰掉 一位 请选择 千万别淘汰七号 为什么 为什么 七号好好的 小出局是最坚强的花 那对不起了 出局旁边的隔壁邻居被淘汰 为什么淘汰 人家好不容易唱首歌 为什么淘汰掉 是不是我的话起作用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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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好别是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她跟我的对话当中 都太客套了 你喜欢不客气 不是 不是不客气 我很喜欢就是直接了当的 你平时不是那么斯文的 对不对 今天换一个风格嘛 正好撞到枪口上了 所以八号有什么话 要给的女嘉宾 我想说 早知道是这样 想梦一场 我又何必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 再见 谢谢 谢谢 马上进行第二关 第二关将由我们的小花同学 由他出题 直接给你们考核 因为我要讲一个能跟我有话聊的人 所以我想考验一下大家 就是搭讪我 然后能让我有兴趣跟你们一直聊下去 OK 就假设你们现在是第一次跟她说话 一号 开始 我从来没搭讪过女孩子吧 有点紧张 不解释啊 直接开始搭讪 你好啊 你手上拿着 我这些 还真的没搭讪过女孩子 OK OK 你好 你手上拿着这束花是别人送的吗 不是啊 我自己插的 你会插花啊 对 我也很喜欢插花 但是我就插得不太好看 慢慢学吗 你可以教我吗 可以 那我们等会儿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你也太快了吧 OK 好吧 可以好好好 你自己心里琢磨 来 二号 现在你已经来到酒吧 我觉得在酒吧的这个环境搭讪 那你说在哪儿 就路上或者 马路上 对 你老在马路上干这事 现在是马路上 都是在行径当中 你怎么样跟她搭讪 三 二 一 开始 小姐 你好 想问一下现在几点 因为我手表没有戴 手机也没有戴 现在是下午两点半 两点半 那正好我知道附近一家电影院 三点钟就有电影 可不可以你和我一起去开场电影 可不不认心 完了吧 二号其实你搭讪方式 特别对最开场的时候 马路搭讪其实特别方便 因为你可以跟对方走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关键是他要 他要能够保持各地这种搭讪的状态 可以啊 他比如说跟文婷搭讪说现在几点 文婷说现在两点半 刚好你看那个方向 是跟他走的方向差不多 我要去淮海东路 然后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走 一般的时候女生都会说 我告诉你怎么走怎么走怎么走 她说 哎呀 不好意思 我听不懂 女生一般都会说 没事我带你去吧 会吗 大部分女生都会的 女生的热情 女生在这种指路的热情度 要比男生高很多 觉得一点吧 因为她刚刚那个太故意了 太刻意了 对的 对的 三号男嘉宾 美宇你好 哦 你的锁骨很漂亮 哇 就这样不冷吗 是 4位 还好 Tumblr 想把我把衣服脱给你 明天还给我得没关系 4位 也不 moderation 那可以陪你聊聊天吗 我也在等朋友 好 现在告诉我 一二三四 到现在 有没有人有可能 你会给到他电话 或者把他电话留下 说出来你不要像 不像 三号 因为我觉得他有一种 风趣跟幽默感 你管那个叫风趣 他会跟大家继续聊 他是到底了解一下 他是真的有问题 还是 我们看看西班牙风格会是什么样 来 文龙 请开始 我会这样 美女 你好 你好 你这边是一个人吗 对 那我们可以一起喝一杯吗 我不太想喝酒 好的 那我们可以聊一聊 我也不喝酒 不喝酒 你来酒吧干吗 真的 我不喝酒 感觉怎么样 很普通 六号男嘉宾 我就是在他 在酒吧里面调酒的时候 对 我就去 然后美女 我今天心情特别不好 然后我酒量也不好 我就想喝那种 特别好喝的 没有酒精的酒 能不能帮我调一杯 可以啊 然后喝了一杯 哇 这酒太好喝了 然后我们可以做小朋友吗 你可以经常过来喝酒 这样你有钱 好吧 七号男嘉宾 我能先给七号一个建议吗 可以啊 七号你千万记好了 搭讪有一个第一原则 近距离原则 舞台这么大 不要只停留在你那个角落里边 来 老师建议 你好 这朵花是你掉的吗 不是 不是啊 因为我看到你手里有一束花 可以把这朵花 加在你这朵花里面吗 可以啊 再往前走啊 赶紧的啊 那你可以告诉我怎么样搭配比较好看吗 都可以啊 没关系 因为我对花没有什么了解 你可以加我一个微信 以后你可以教我怎么样 做一束束花送给我妈妈 你愿意吗 可以 你愿意吗 好 你愿意吗 你可以亲吻新娘了 你们俩站到这个位置 我在这就这个 好好好 来 鼓励一下 鼓励一下七号男嘉宾 谢谢 谢谢 这个距离真的是会有 有感 感受不一样的 对不对 我真的在台下 我看都看不下去了 我觉得 主持人可不可以让我演一下 可以 可以 没问题 来 我的天哪 你怎么这么漂亮 美女 我可以给你拍张照吗 我的朋友都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有天使 我一定要拍张照 向我的朋友证实一下 可以吗 好吧 来 拍张照 哇 真的好漂亮 美女 我可以 要个微信吗 然后我可以就是说 把照片到时候传给你 好 可以 好好好 加一个微信 加一个微信 好的 好 把照片传给我 好好 交给你 你会给他微信吗 我要照片呢 对啊 然后照片给他 然后有空的话 我可以请你吃饭吗 然后可以介绍给我的朋友 之后再考虑 好的 好的 那行呢 到时候微信联系好吗 好 谢谢 再见 拜拜 我淘汰八号之后 稍微有一点点小后悔的 可能他因为刚开始 没有表现那么幽默 风趣能聊 所以有一点点小后悔 八号是从哪冒出来的 好了 七位淘汰 两位请选择 二号 四号 为什么 我觉得感觉吧 聊天的感觉可能 就不太容易聊得起来 我们也谢谢二号 四号 两位男嘉宾 谢谢你们 第三关我们来看一下 她比我大十岁 然后她妈妈对女朋友都很挑剔 甚至只要她看不惯的 就会从中挑拨离间 我有一次到他们家去吃饭 然后我们买了两罐酸奶 想一人一罐吃完饭再吃 但是在她回家之前就已经吃完了 然后回去之后我吃完饭 我再吃了这罐酸奶 然后她妈妈就跑过去问她说 她说你看你女朋友一点都不喜欢你 她喝了一罐酸奶都没有分给你嘛 都想接着问一下 妈妈这么说 可以说妈妈在挑事 你男朋友怎么回答的 她就跟妈妈说 好 我知道了 我也这么觉得 就类似于这个样子 而且我们之前有两次分手 都是她跟我说 然后都是因为她妈妈说不喜欢我 而且她妈妈帮她安排过两次相亲 你是当时知道 还是事后知道 当时就知道 第二次我发现之后 我跟她说了 然后她跟我说什么 她说她爸爸妈妈都已经答应人家了 我怎么跟他们说 这样他们会很丢脸 很没有面子 所以她又去相亲了 所以这些事你都忍了 对 她那两次相亲 是她自己告诉给你说 我妈妈在那里 都是我自己发现的 是你发现的 对 她完全没有告诉给你 完全没有告诉我 后来我终于觉得该放手了 然后我说分手了 她反而不同意 然后让她妈妈打电话给我 然后我跟她说了 这一切都不是因为你妈妈的原因了 因为我觉得以后 如果我跟妈妈产生问题的话 我也不想让你为难 我也不想 我以后再受委屈跟男婆 所以我就跟她说分手 你可以遇见到将来的婆媳的关系 对 肯定的 我是觉得你男朋友 不是真的我们传统说的妈宝 她应该叫奶嘴男 因为妈宝是妈妈的宝贝 她会听妈妈的话 她还会跟妈妈分享 但是作为还在喝奶的小朋友 她是全心全意 只有妈妈 因为她的世界当中 生命当中 只有妈妈给她照顾和关怀 她再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去面对社会 所以你的男朋友 算是我们真的传统意义上奶嘴男 谁还没断奶 请举手 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没断奶 当然我现在里面都不是 你的情感期许 首先能听我话 能听我话 至少不要光听妈妈的话 不是 我说的听话 不是乖乖地听话 而是我说的话你听得进去 一个是你可以自己思考 可以跟我商量 但是一个是完全遵照我的意思 我没有让你完全遵照我的意思 你不要当命令听 但是你能够听得尽我的意见 其实我觉得千古难题就是婆媳关系 但是我认为在三个人这种关系 其实关键怎么处理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会和女嘉宾选择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说可能我妈妈不喜欢 然后我又觉得这个问题 确实可能是女嘉宾的问题 然后我会和她拿出来一起讨论 而不是说完全去听妈妈的 如果这个问题确实是 不是你的女朋友的问题 是你妈妈那边的问题 你会怎么做 我会跟女嘉宾讨论 就是可不可以换一种 缓和一点的方式 七号我问你个问题 我自己有一个咨询的客户 她后来离婚了 离婚的原因就是 她跟她婆婆两个总有矛盾 她们其中有一个特别细小的矛盾 就是关于到哪个地方 去买卫生卷纸 她们家的楼下有一个龙帽市场 婆婆呢会在那去买 她认为那个地方卫生纸 假的太多 她一定要去超市买 所以她们两个就因为 到底到哪里买卫生纸 而产生矛盾 同时后来衍生到 买什么样的莱粉给孩子吃 然后孩子穿什么样的衣服 什么品牌的 什么质量的 然后什么样式的 都发生分歧和矛盾 她的老公处理不了 最后离婚了 所以我就想问七号 如果你未来的老婆生孩子了 然后你妈妈跟你老婆说 我们要买这个品牌的莱粉 你老婆说 我们要买这个品牌的莱粉 请问你怎么办 孩子还有点远 请问 她喜欢这个牌子的卫生纸 你妈妈喜欢农贸市场买的 你买哪一种 用她喜欢的那种 谁 她喜欢的 对 完了 妈妈怎么办 我会和妈妈说 就是这个质量不好 然后我们可以用那种 会更好 你妈肯定会说 我就用这个卫生纸 把你养大的 你也要养得这么高 这么装啊 这么帅啊 对 她妈妈不会这么说 她妈妈会说 你 我告诉你 你长这么大 还没用过这个卫生纸呢 我能把这个问题都问一下 各位男嘉宾吗 就关于刚才您说了 买哪个卫生纸 可以 我也想知道 卫生纸 OK 五号 我会听 我会买我老婆的 你跟老婆过的时间 比跟你妈妈过的时间 比较差 你每天在一起 但是你的妈妈 有可能一个星期 一次两次去看她 然后如果你的妈妈 现在生气 你可以有另外的方法 让她开心 三号 你会用哪种 我会两边都不买 用我的 那为什么用我的呢 因为她不说要 我听她的 也要她听我的妈 那我的理解是什么呢 就是多一点商榷 了解了 一号 因为我妈妈不会这样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 我完全不能理解这样了 OK 了解 好 我们掌声 谢谢我们的五位男嘉宾 跟她刚才这段情感 关键词和这个期许 你们还有什么发问的吗 我觉得女嘉宾 也是一个非常兴致口快的人 所以在以后处理 就是婆媳关系的时候 那如果你有你的想法 会不会到时候 会用另外一种 就是方式去 就是还会这么兴致口快吗 我对于长辈 我不会直接了当地说 如果能尝试委婉 我会尝试委婉的方法 如果不行的话 我会跟我的另一半 去商讨这个问题 该怎么解决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 她开口比我开口好 我把选的东西交给文婷 文婷 三二一 请选择 三号 五号和七号 告诉我们理由吧 我说了 就听话的意思呢 不是说 就是完全遵照我的指令 其实我说了 我是一个很好脾气的人 如果你跟我去商量 或者是跟我说 就那么小的一件事情 嚷嚷妈妈或者什么的 我也是可以愿意的 但是 所有的男嘉宾 都没有跟我 就是有想过商量 或者是想办法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方法 所以你对他们 都很失望对不对 对 我是想把两边的矛盾都给我 那么这件事情就是 全部算在我头上 然后你这边 由我来跟你商榷 你的坏情绪可以给我 我妈妈那边 如果对我有想法 那我来接受 我是你们两个的枢纽 你们两个是我的亲人 不想你们任何一个 都不开心 可以对我不开心 暖暖 好 那我们掌声谢谢 三号 五号 七号 三位男嘉宾 谢谢你们参与 谢谢 好了 现在就剩下 一号 六号 两位 男嘉宾了 请去往幸福之门 好 我们来看一看 男生会如何 运用他们的反转权力 三 二 一 有请 我们看到 一号男嘉宾 走出了幸福之门 在表白之前 首先进行我们神奇的 八点五秒 三 二 一 开始 男嘉宾 请伸出你的右手 然后还不够了解 所以拒绝了我 为什么 我可能觉得 暂时还没有 那个想法 来 我们听听 我们的心理学老师 文婷你给人的感觉 细腻当中 投入着大大咧咧 你是个神经很大条的女生 对的 就像刚刚脚剪花的时候 她是拿着一把 我想要加快速度 对 动作很快速 而且有点粗 你适合一个特别细腻的男生 来去关注到你的内心 但是你要记着另外一句话 好女人是从好学校 不是所有的男生 天生就会当别人的男朋友 也天生就会当丈夫 她可能真的需要女生 去教会她 去引导她 不管你要找大男生也好 小男生也好 有些男生 她可能内心当中 都不懂得如何去关爱女生 好吧 其实还是缘分吧 那这块 送给你了 哇 你看 其实我就想要她这种 谢谢 太过分了 谢谢你 我把它视作 你送给我们 天生之后 所有有这样的想法的男男女女 好吗 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 自己的另一半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我还是希望能找到一个 比我成熟 比我大 像大叔级别一样的 能更好地跟我沟通的人 天作之河 由六贵福珠宝 联合特约播出 买好算 超划算 六贵福珠宝 牵手成功的男女嘉宾 将获得由六贵福珠宝 提供的天作之河系列 断界一枚 买好算 超划算 六贵福珠宝 掌声有请 三号女嘉宾 大家好 我是阿刘一切 我今年26岁 我失业以后 从日本留学回来 我是一个对时尚和饮食 都是有非常高要求的人 好 来 欢迎 故事见面 请多关照 请多关照 所以今天要给大家 尤其给我们的男生们 带来什么样的猜疑感 我今天带来了一幅画 因为作画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我就当场给大家 看一下我的画 然后我讲解一下 这是一幅油画 这上面画的其实是 上面是夜来香 然后下面是蓝色的喇叭花 然后它代表的其实就是 对一种爱情的期盼 一个期许 整幅画的色调 它其实是一个冷色调 但是它并不是给人很寒冷的感觉 它旁边还有一些小人 作为装饰 这是一个水晶球吗 不是不是 它是一个就是玻璃罩子 里面是一个就是像贵族皇室一样的 不是道夫里有雪的那种 不是不是 做一个装饰 这是它对爱情的一种 期许 期许 倾注在这幅油画里 这幅画画多长时间 以前 这个画了大概有五个星期了 你学过吗 对 我小时候就是学过的 小时候其实我爸妈培养我很多才艺 让我打乒乓球 然后我就打伤人了 也学过钢琴 然后我弹了两天也弹不行了 然后我有这样才艺 是最后保存下来的 好 谢谢 来看看这幅对爱情期许 倾注莫多吸血的画 能够打动多少后场的男生 我们来看看心动之处 来个张名目 掌声请出八位男生 这是我们的八位心动男生 看看 来 看看女嘉宾的基本资料 刘一倩 年龄26 性格开朗 恋爱次数三次 职业 市场营销 爱好 画画 唱歌 喜欢男生类型 成熟 有才 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女嘉宾你好 那我给你唱一点歌吧 天青色的烟雨 而我在等你 岁眼鸟鸟升起 隔墙千万里 在平地书汗里 房前潮的飘移 就当我唯一遇见你伏笔 谢谢 唱怎么样 蛮好啊 还蛮像的 三号 你好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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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语是我自己自学的 其实我之前是在韩国留学 然后跟你有相同的经历 所以希望可以多接触 多了解一下 谢谢 四号男嘉宾 女嘉宾你好 这个 看到你小时候学那么多才艺 我觉得我小时候过得 有点乡土气息太浓了 童年就是玩了这个 所以说 看到女嘉宾画画 就觉得太高大上了 五号男嘉宾 你好 我叫卡卡 然后其实我以前 英文名叫阿斯卡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Chartin and Asuka 是一个日本非常有名的 一个组合 我真是因为喜欢 他们这个组合的歌曲 所以说呢 也是去学了日语 我告诉大家 能不能日语唱一段 当然可以啊 可以 来来来来 比如说我唱那个 小天和震的那一首 来吧 他唱得怎么样 我觉得他发音还蛮标准的 用这个方式套近乎啊 七号也能套近乎 女嘉宾你好 我叫何孟怀 然后我也常常去日本 我觉得看到女嘉宾的话 就很像感觉跟她生活一样 非常丰富 八号男嘉宾 男嘉宾你好 我叫凯西 二十四岁 来自新疆 然后他们都唱 汉语歌 英语歌 我用虽然我唱歌很不好 然后我用唯语唱一段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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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位男嘉宾 八位男嘉宾都展示了他们的自己的才华 或者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 淘汰一位 四号 为什么 表伤 第二次的上来 第一觉得她头发太少了 觉得和她的差距蛮远的 所以我都先淘汰了她 我觉得这次碰到的女嘉宾都是比较肤浅的 她们都是只看外表 像我这么有内涵的人 她们直接想了解的这种欲望都没有 我肯定会碰到喜欢我这一款的 毕竟我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打扫卫生啥都会 第二关 这个题目 由女嘉宾来出 我觉得一个男人的 她的身高和长相其实不太重要 但是 你把四号淘汰就因为她的头发 也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个 OK 可能就是她如果读过很多书 有很多阅历 然后去过很多地方 她积累下来的这种经验 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 我觉得这种男性的魅力 比较会吸引我 所以我想请剩下的男嘉宾 然后每个人背一段 你们小时候学过的古文 唐诗诵词不可以吧 不可以 1号怎么办呢 1号会西班牙语 OK 你先考虑一下吧 我给你多一点时间 从2号开始咯 先帝创业未遂 则宗道奔俗 今天下三分 OK 好 了解了 3号 有一个古人他说过一段话 我想送给你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这个古人说 他说人的一生呢 有三句话非常重要 第一句话是 岁月安好 第二句话是 懂得感恩 第三句话是 与你相随 古人吧 简单来说 简单来说就是 5号 爱莲书 莲出于你而不染 若清莲而不妖 中通外直 不漫不知 后面是啥 有点忘了 相远一情挺挺近 好吧 可远观而不可谢万言 6号 我唱出来好了 几几拂几几 是谁当胡植 不闻记住声 只闻女叹息 昨夜见君帖 可汗有点病 君数十二卷 卷卷摇摇摇去 算吗 有点冷 但是还是郭鼓掌嘛 来 8号 我就背一下劝学里面的两句 不及魁步无一之千里 不及小流无一成江海 就是虽然要踏实一点 好了 来 西班牙帅哥 我还记得我在学医的时候 我们的老师 他给我讲一句话 是环地内经 用简单中文 意思就是 你是你吃的东西 你是你自己的精子 我就用现代的中文 说的 因为古代的对我有一点难 OK 了解 你满意吗 其实我对5号的那个 比较满意 就是莲花的那种 就是说清凉啊 不要出淤泥啊 不染的精神 是就是现在 我们也必须要学习的 然后我出这个目的的话 其实就是想看一下 就是男嘉宾 他们的文化底蕴 你一定比较喜欢中国古文吗 就是觉得还蛮有用的 就是在生活中啊 以后做人方面啊 都会用到很多 你背一段 我背一段 漏世明 山不再高 有仙则明 水不再深 有龙则林 私是漏世 唯物得心 台横上皆绿 草色入莲青 谈笑有红如 往来无白丁 可以谈肃琴 月晶晶 无私竹之乱耳 无暗渡之劳行 南洋诸葛如 西数紫云亭 孔子云 何漏之友 嘿 好 鼓励一下 好了 这就上手了 他淘汰了6号 7号 我们来掌声谢谢6号 7号 两位男嘉宾 参加节目 谢谢你们 来看一下我们的女嘉宾的 情感期许和关键词 关键词 杜绝男性 情感期许是 希望你懂我宽容我 我很感兴趣哦 杜绝男性指的是 是我的另一半 不喜欢我和男性接触 他在这方面到了什么程度 其实就是 一开始的话 我和他是在朋友的那个 生日派对上认识的 其实刚开始也挺开心的 然后情人节啊 过节他会送花啊什么 然后来接我下班 然后时间久了以后 我就发现他好像有点小问题 就是他每天中午都会打电话 来check我 有没有和男性的同事吃饭 他还会就是 像算好我下班6点到家 然后开始夺命连环call 然后如果我要稍微没有听见 或者没有接到电话的话 他就会问是不是和别人在一起 就这样 后来我和他在两年的时间内 他有稍微被我改变一下 但到订婚以后 他又做出了一件非常奇葩的事情 那天就是我正好在他家的客厅里 我在那个工作 然后他自己在房间里可能看片什么 然后我忽然想到 我的手机还落在他的房间里 然后我就回房间去拿 然后我一进房间 我就听到我的手机声响了 然后我看到他就是躺在被窝里 然后他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然后我又听到我的手机又响了一声 然后我下意识怀疑 他把我的手机藏在了被子里面 然后我过去就把我的手机抢过来 他就是自己用我的手机 在和我手机里的男性朋友在对话 然后那个是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 那个朋友就问我 他说你最近在干嘛 然后他就帮他回来你是谁 然后对方说我是某某某啊 然后他说你找他干嘛 然后对方又说我无聊啊 我只要你聊聊天而已啊 然后他就聊到这里 然后就被我发现了 非但没有和我道歉 还恼羞成怒了 说你是不是和他有关系 你是不是就是喜欢上他这个样子 不是他根据什么觉得 你跟那个男的有某些关系呢 他不是很 听起来不是很正常 他就觉得那个男的 没事情干嘛来找你 一切你是很漂亮的女孩 我想问我直接了当好了 你身边一定不罚追求者对不对 我单身的时候还是蛮多追求者 但是我有男朋友的时候 我基本上都是以男朋友为主 其实我平时生活中 就没有什么男闺蜜 或者男的异性朋友的 因为由此 所以我对男朋友的要求比较高 小强我想问一下你啊 你在最开始跟他 才确定恋爱关系的时候 他就这个样子吗 刚确定的前几个月好像没有 但是过了两三个月以后 确实是有一点这样的倾向 比如说我和我的就是大学同学 然后和他一起出去玩 回来以后他就会 然后脸然后一板说你 刚刚为什么一直对他笑 你一直都在和他说话 然后都没有和我说话 当时我只能哄哄他 我说哎呀没有你想多了 你看看错了这个样子 你跟那个男生笑的时候 距离会很近吗 没有就是普通的朋友关系 因为我们都是在一起玩的嘛 如果当时有很亲密的举动 他肯定当时就要生气了 能够理解吗 5号 我们说两个人之间吵架 一段感情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如果出问题哪怕是分手 一定是两个人的问题 我相信你啊 你可能这个没有任何的 这个花边的新闻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你既然你们俩相爱 为什么也会就是和他最后有分手 这个是我有一个疑问的 你实际上这个疑问是觉得 是对他的男友前男友的不可理喻呢 还是觉得他们俩可能是真的 因为什么事情 真的可能会因为什么事情 我是一个比较能希望看到未来的人 但是我觉得从他身上 我看不到他的我和他的未来 然后我觉得以后发展下去 他如果做出什么更可怕的事情 像电影里拍的安家和的那种 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损失更大 另一方面的话可能吵架吵太多了 就没有感情了 中间你的男朋友就突然就变得奇异心 然后中间又好了一段时间 然后到后面又变了 你也觉得有事 对 有没有在你自己身上找过原因呢 很多人都会向你们产生这个疑问 好的时候我问过他 他说他的兄弟有抢过他的女朋友 然后好像 心里落下病了 对我怀疑就是可能 因为发生过一件这个事情 所以他就没有安全感 这样子 这是病吗 这当然不是病 他只能说是心理上的一种心理情结 有可能他男朋友是因为 受过之前的情感创伤 然后才会怀疑到任何人 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处理这种情势 然后第二种有可能是社会性原因 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人 谈恋爱的时候劈腿 结婚的时候 然后有第三者 就是我们当看到别人有这种行为的时候 我们会担心自己也受到这样的伤害 所以我们开始提防自己身边的人 也有一定这样的人 因为社会现在的一个浮躁期 像大家都说的社会的浮躁期 会引发我们内心的惶恐和焦虑 那当然第三种 也有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 因为我们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所以也有可能是女嘉宾 你自己可能在处理方面 哪一些有一些不得当的地方 才会导致你男朋友有前男友 他的这种叫什么 看守行为越来越猛烈 我提个问题 就是那当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有没有和你之前的男朋友 去沟通一下这件事 而不是直接就是 今天对曼芒的两个人 在那边就是瞎磕 这的确是吵架 非常容易是伤感情的事 那你是不是会去沟通呢 还有一个就是 你会不会去查对方的稿 我不太去查稿 其实沟通的话 前期已经沟通过很多了 然后到沟通到后面 我已经有点厌烦了 也没有什么耐心在耗下去 这个情感的故事我们也聊了很多 五位男嘉宾淘汰三位 可能是外籍人士 我觉得文化差异会很大 二号的话 有点小孩子 然后八号的话 他的眉毛太粗了 什么 这个眉毛就是化妆师画的 他说是化妆师画的 确实被化妆师黑了一把 对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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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掌声再次谢谢 三位男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 三号 五号的男嘉宾 进入到我们的反转权力阶段 请去往幸福之门 到底会有哪一位男嘉宾走出幸福之门 三 二 一 请出场 抱歉 一切 没有人出来 有点意外吗 没有太意外 因为刚刚老师说了我 太紧张了 或者说要求太高了 我特想告诉小倩的是 要求高没有问题 任何女生都应该 对自己的另外一半有要求 不管你的要求是什么样 可能在别人看来不可理喻 但是你的要求 你可以去坚持 但契机有一点 当你认准了你选择的人的时候 你一定要信任他 因为这个信任 不仅是对方对你的不信任 还有一个你是否对对方信任 因为我们觉得 我至少觉得作为女生来讲 一个女生真的只有全然去相信一个男人 你才会真正投入自己的爱情 而如果你不相信一个人 对方能够察觉到 你自己也不会觉得很愉快 所以我给你的话是说 希望你未来去好好信任 你选择的那一个人 谢谢老师 谢谢你 谢谢来参加我们节目 谢谢 谢谢 从小读书的话 父母都不太允许你谈恋爱 但是到大学毕业以后 父母又希望你马上要结婚 所以说 在恋爱过程中 我一直是没有太多的经验 那今天老师指出了我的问题的话 我会在生活当中 然后慢慢地改变自己 然后希望下次出来的时候 会有人选我 好了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 由花生加牛奶好喝一样 都达力量花生牛奶冠军播出的天作之后 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感谢 大众婚恋交易平台 有冤枉对本栏目的达力支持 本期最有个性男嘉宾卡卡 将获得由海伦凯乐林志玲 专属太阳镜提供的精美太阳镜一副 天作之和由六桂胡珠宝 联合特约播出 买好算超划算六桂胡珠宝 牵手成功的男女嘉宾 将获得由六桂胡珠宝提供的 天作之和系列钻戒一枚 买好算超划算六桂胡珠宝 我是欧阁赵悠 下周的同时时间 我们再会